天越冷,又要来点热气腾腾的砂锅白菜豆腐 板豆腐一块,切成长条形,别切得太薄就好 洗干净的口膜,先把根部剪一下,免得里边藏脏东西 改刀切成片 彩椒切成两块,为了提色提味儿,连没有也可以不放 准备点姜末 再来点蒜末,直接刀拍又快又省事儿 不粘锅里加点油,放入咱们切好的豆腐 中小火慢慢煎,把它两面都煎成金黄色 煎豆腐的功夫,咱们可以准备一下大白菜 洗干净的白菜,直接用手掰 块的大小没要求,差不多就好 摆好的大白菜,全部铺到砂锅的底部 白菜在最下边,不容易粘锅 豆腐煎好后,直接铺到白菜上 不粘锅里再来点油 放入切好的姜末、蒜末 给它们炒出香味儿 放入口膜和彩椒 稍稍翻炒一下 咱们调个味儿 来烧酱油,一小勺姜黄 一勺韩式辣酱 再来点酥蚝油 最后再来点热水 把它们全部都倒入砂锅里 稍稍铺平就好 盖上盖子 咕度个十来分钟 最后再来点盐调个咸味儿 简单、家常、百吃不厌 照顾好自己 从好好吃饭开始 喜欢的从点个赞开始吧 好,看来吧 好,看来吧 好,看来吧